黑猫在古代的名声并不好听,很多人都觉得黑猫是个邪物,只要跑到的谁家里,那么他家就会遇到不幸的事情。 但是传言永远是传言,而且现在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,黑猫也从当初邪物,变成现在的吉祥物。 毕竟现在的蝉使官都觉得黑猫是可以避邪的,很多人都想要收养。 一只回来,但是现在的黑猫已经越来越少了,尤其是纯黑的。 网友家养了一只黑猫,要是在白天还算好点,这猫只要趴在那里,网友也都还能看见。 但是一到晚上网友就犯愁了,因为这猫实在是黑的看不见,根本不知道他在哪。 好几次网友半夜上厕所时,都会不小心踩到这猫。 那该怎么办呢?这个时候网友突然想到一个办法,就是给这猫穿上显眼的衣服,这样就能看得清楚了。 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一件红色的衣服,但是给猫咪穿上之后,网友立马忍不住笑喷了,这怎么好像还是那么黑二阿德福蒂斯门子喵? 馋屎的,我不太喜欢穿这个衣服喵,你能不能帮我脱了啊喵,我又不是本命年,干嘛穿红色的呢? 我喜欢黑色的,呦呦呦,这猫长的是真黑啊,这么蠢的黑猫已经很少见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